哈喽大家好我是麦陀 哇我又回来了 最近都在看奥运会啊 所以没有怎么更新 看完奥运会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运动员 在难过感动的时候 都是很安静的 可能只是一个苦笑 一个眼神 但你却能很清楚地 感受到他们的遗憾 表演也是这样 因为表演演的就是云云众生 这个视频我们就来说说 为什么有的演员演戏 没有什么情绪 但却能把你看哭 有的演员把自己哭都不行了 你却觉得很吵 中式表演 或者说我们观众更习惯 看的 戏剧学院教的 都是偏向于写实的 这也是为什么 只要是正经的演技的奖 大多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 你不太可能看到那些 用韩式表演的演员得奖 我说的是正经的奖哈 就像小孩子 开心就乐伤心就大哭 但成年人一定不会这样 是一个道理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 你看那些所谓啊 炸裂的表演 会觉得很吵 很不真实 我们来看一个对比哈 好 我们搬走了 几年里一直在找您 新家的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 新田镇 龙岸新村 儿小金 如果 我的家乡是一条大路 我就是一辆汽车 我跑啊跑 我多快乐 我杀了图山青 为什么 为什么 你 觉得咋样 可以说一下你的感受啊 我们先说一下赵本生老师 可能是因为赵本山的喜剧形象 太深入人心了 很多人会忽略掉他的演技 但如果你看过他的落叶归根 一代宗师 你就会发现 他的表演是真的可以做到草根的魂 艺术家的神的 赵本山的表演 你是看不到摄像机的 这不是学校能教的 他的哭戏也是一样 你分不清他是在演戏 还是真情流露 第一段是比较常规的演法 后面两段呢 都是出自落叶归根的 讲的是赵本山饰演的老赵 带着工友的尸体 一路回家帮他落叶归根的故事 一段连眼泪都没有 一个挑眉 一个眨眼 一个转头 就足以让你难过了 另一段则是以乐表哀 听着他的诗 看着他的笑 你却莫名有一种 没有来的难受 你会发现赵本山老师 带给你的悲伤 都不是那么直白的 但却会让你忘不掉 其实很多优秀的演员 在演悲伤的时候 都是在遮着眼的 以吃来带悲 以笑来带伤 那为什么说这样的表演 更高级呢 一个是因为这样的表演 更加真实 更有难度 另一个就是因为 这种表演是有余音的 是有留白的 是可以反复观看的 是你作为观众 经历的越多 能感觉到的感情 就越多的 就像最后一段 你让一个小孩子看 他一定觉得 这个人很快乐 而你就会看到 更多的东西 如果这一段赵本山 是在哭 在展示他这一路的难 一路的伤 你会感觉到悲伤吗 当然也会 而且会更快速的 更直接的get到 但可能 也就只有悲伤了 所以我觉得 这本山老师的演技 真的是很牛的 好啦 说回来哈 我们来说说 杨子的表演 这几年可能是因为 演的剧都太没有养分了 我觉得他作为演员的能力 是在变差的 在他身上能看到的 角色的区别性 越来越少了 他对自己脸部肌肉的控制 是在退步的 现在做大表情 经常会崩 特写镜头有时候 的确会让我出席 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演员 应该出现的问题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是演员 还是流量了 有些人会觉得 他演技很好 感染力很强 有些人就会觉得 他只会实践哭 没有人物 演技不好 其实说的都没有错 他绝不是那种 演技很差的演员 但我看长相思的时候 也的确被他吵到了 因为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这里 他要这么感染我 我不懂 这里真的要喊这么大声吗 哭得这么痛苦吗 这是他没有用表演告诉我的 就像你在肩上 突然看到一个人跪地 仰天痛哭 你肯定不会被感动的 你只会疑惑 然后呆呆的 不知所措 其实杨子是有很多不同的哭泣的 有激烈的 也有隐忍的 也有安静的 所以我觉得说 他哭泣只会大哭 大叫是不准确的 他是大情绪的戏 收不住 他很容易在激烈的剧情里 没有控制的 向观众宣泄自己的情绪 有一种撸胳膊就干的感觉 他的情绪都是扔给你的 而且都非常强烈 非常满 这就会让观众 有一种被攻击的感觉 这种表演 一两次 你还会因为被攻击 感觉到震撼 但太多次了 当观众已经能预判到 你会怎么演了 那这种表演 就会变得无聊了 而且吵 再加上时间 又拖又长 还老给特写 脸又不自然 整体就会有一种 过度渲染悲惨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很偷懒的表现手法 因为扔情绪给观众 和把情绪一点点 低进观众心里的难度 是不在一个水平上的 含镜量也完全不同 没有控制的表演 是经不起推敲的 那歇斯底里 情绪激动的演 可以吗 当然可以 这就是一种表现方法 我们再来看一个对比哈 我恨我 为何生在皇家 我恨我 一辈子在追逐权力 我恨我 令我母妃被求多年 我这个儿子 竟然一无所知 我怕我闭上眼睛 我醒来的时候 我会模糊对母亲的记忆 我怕了 这两段一段是陈坤之前被说演的很差的片段 这两段一段是陈坤之前被说演的很差的片段 一段是范围在南京南京里的片段 从这两段你就能看出来喊着眼是可以的 但一个你不能一崩溃就叫个不停 那观众一定会觉得烦的 一个要看剧情适不适合你情绪顶的那么大 一个是你的能力能不能演的好 陈坤这一段为什么会觉得奇怪呢 其实就是声音一直压着 表情又用力过猛 再加上在重点台词的地方 知资不分 那不出戏才怪呢 另外眼神好像有点配不上 他这么激动的情绪和这里剧情的张力 所以看起来就有点不上不下的 而范围老师这一段呢 就是剧情演技控制都做到的 所谓的炸裂的表演 这么痛苦的剧情 他都是克制的演的 我说的克制不是人物克制啊 人物本身当然是崩溃的 我说的是演员本人在表演上的处理 是有控制的 因为表演不是让你肆意的发疯 也不是向观众发泄情绪 而是表达人物当下的内心 它是一个演员的主观行为 范围老师也喊了很多声 但你没觉得吵吧 所以不是说不能撕心裂肺 而是你能不能把这样的崩溃表演 以合适的方法 放在合适的地方演出来 它不是一种吸引观众或者营销的方法 而是一种表现人物的表演方法 这不是说我吼几嗓子就可以做到的 还是那句话 表演不是发泄 我一直觉得好的表演是不需要炸裂的 它更像是演员用内力直穿到你心里 刻骨铭心 鱼音绕梁 而有内力的前提是 要不你有本武力秘籍 天赋极高 要不你就潜心修炼 嗯 好啦 我是麦陀 喜欢这个视频别忘了三连关注我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